用三千元起家做春秋大梦 71岁成就尽天意春秋大业 他就是春秋集团创始人王振华 年进不惑却做起春秋大梦 选择放弃铁饭碗下海经商 王振华于1944年出生于上海 作为七兄妹中的老大 他从小就开始了省吃俭用的生活 穿补丁衣服 用别人用过的鲜笔头 甚至用淘米水洗脸 用洗脸水拖地 母亲告诫他 钱一半是赚的 一半是省的 而这句话也成为了 王振华日后的座右铭 1971年 王振华谋得一份虎口的差事 后来大批知青开始返程 王振华则负责解决他们的工作问题 于是王振华开始创办培训班 办公司 每天行走在机关和商业之间 同时王振华发现 自己说话不懂拐弯抹角 直筒的性格在官场上并不是很适应 于是他毅然抛下铁饭碗 以三千元的培训费起家 创办了春秋旅行社 那个时候的王振华已经38岁 别人都说他在年轻不惑 却做起了春秋大梦 可王振华却不这么认为 于是王振华从一个两平方米的铁皮亭子起步 带领十多位青年干起了旅行社 创业初区遭遇危机 将散客作为新切入点 当时国内大部分旅行社都是国有体制 再加上人们的收入水平比较低 所以很少有个人自费旅游 团体旅游成为旅行社的主要可源 所以春秋旅行社第一年的营业额只有1万元 连租金都快交不起了 失败之后的王振华决定转型 专攻散客 他之所以选择旅游作为切入点 很大一部分来自于一本叫做 世界旅游业及其哲学的书 书中提到散客旅游才是真正的市场主流 这本书决定了未来春秋旅行社的发展轨迹 王振华首先拼凑了6000元 把旅行社的门店搬到大世界附近 那里是整个上海市的商业中心和交通中心 接着又花5000元进行豪华装修 目的很明确 就是做第一批富起来的人的生意 然后仿照欧美旅游模式 制定出上海周边一日游 江浙三日游 海南岛七日游等 新奇的旅游路线 只要凑够10个人就出发 结果在转型开业的第一天 就有50多人咨询 1986年春秋国旅营业额达到60万 1987年更是突破100万 自主开发电子票务系统 IT售票布局全面开花 王振华做事有一个风格 敢于尝试 勇于创新 所以在其他人都开始重视散客旅游时 他却搞起了电子票务系统 上世纪90年代 他聘请外国技术专家 自主开发了网络平台 告别手工票版的传统 实现了全国联盟 全国统一出票 统一财务结算 在全国首创了科技心旅的先河 而这一套下来 总花费了近2000万元 不过刚开始时 并没有给公司带来多么明显的效益 导致王振华遭受了颇多埋怨 从1993年开始 春秋旅行社营业额才出现成倍的增长态势 同年春秋在美国设立分公司 时隔一年 王振华的IT售票布局全面开花 春秋一鼓作气 登上了国内旅游第一 并连续保持了16年 期间王振华还引出了自己代理商模式 喊出了自己只拿10%利润 其余90%全返回给代理商的口号 而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 他敏锐地发现了一个特殊现象 很多人旅行时都喜欢去较近的景点 远的地方很少人去 因为机票费用太高 于是王振华又开始做春秋大梦 打造一家属于自己的航空公司 便降低航运成本的机会 正式做起包机服务 很快王振华就找到了突破口 他详细地了解了国内某些航空公司的运营情况 像380座的飞机 经常会空出200多个座位 这对航空公司来说很是浪费 但对王振华来说 却是降低运行成本的好机会 于是王振华找到一家航空公司的市场总监谈合作 双方一拍即合 航空公司将200个座位给他 按市场价的三分之一卖给他 而王振华保证每个月卖掉5000张机票 1997年10月 春秋国旅推出特价机票 五分钟就被抢购一空 第二个月的销量更是突破1.5万涨 做了十多年旅游的王振华 始终有一种感为人先的勇气 别人在做单位集体旅游时 他首创了散客成团 别人搞散客 他又开始搞网络 别人开始搞网络了 他又开始包汽车 包火车 包飞机座位 1997年12月 春秋包机旅行社诞生 王振华正式跟飞机打起了交道 开始直接的做起了包机业务 那一年他53岁 航空挂牌上市 王振华身价过百亿 到2003年2004年 春秋每年都要包七八千个航班 但王振华心中一直都有一个遗憾 那就是没有自己的飞机 而机会往往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彼时王振华差不多每三到五个月 就给民航总局写包机市场的简单 和报告 2004年总局同意民营资本经营航空公司时 首先想到的就是王振华 当年获得批准的一共有三家民航公司 由于春秋航空相继抛出一元机票 199元 299元的超低票价 所以王振华被称为国内廉价航空第一人 2015年1月21日 春秋航空公司挂牌上市 成为国内第五家上市的航空公司 也成为国内廉价航空第一股 春秋航空上市四个月后市值高达687个亿 同年10月 王振华以超过120亿元的个人身价 也成功地挤身百亿富豪行列 这一年他71岁 到了2020年的时候 王振华王毅父子则以86.3亿元财富 位列当年新财富500富人榜第363位 用30余年完成春秋大业 73岁将交接棒交给大儿子 尽管王振华身价很高 但有时候却让人觉得抠门 因为他的西服打着补丁 办公室最贵的是一张百元沙发 不过已经用了20多年了 他的办公室面积或许都超不出食品方面 每次出行的时候 他都是住三星或者三星以下的酒店 可谓是非常的简朴了 王振华曾说自己的衣服有补丁 并不是他不愿意花钱去修补 他认为最关键的是资源问题 地球上的资源是整个人类的 并不是说有钱就可以去挥霍的 2017年3月 王振华正式卸任 春秋航空由他的长子王毅接班 在交接航空业务时 王振华表示不要急于创新 不要急于做 值得一提的是 大儿子出国留学的时候 王振华只给他了5万美金 结果他儿子8年后 不仅赚回了2万美金 还带回来两个硕士文凭 从38岁人下铁饭碗 拿着3000元起家做春秋大梦 到71岁 中成春秋国际 近千亿的春秋大业 王振华整整用了30多年 他的成功离不开金鸣的头脑 以及适当的